昨天的团购,让小沙的独夜豌豆终于5阶了 斗区圈里的单挑真神,让我们来看看 独夜豌豆有哪些过人之处 独夜豌豆的成命技能,其实就是它的独夜蝶伤 是的,一一阶即可 这也是为什么一阶的独夜豌豆就能单挑四阶的巨人僵尸了 让我们再次重温经典 看看独夜豌豆的蝶伤究竟有多厉害吧 敬畏巨人都知道,世界的敬畏巨人在斗区圈里 面对无影控植物的时候,近乎于无敌的存在 连单挑一截兼吃秋葵,也是没办法晋升的 那么遇上独夜豌豆呢,直接就败下征来 脆败非常干脆 单挑的综合输出来看,独夜豌豆还是很可观的 可惜独夜豌豆也就都区区里存在感触 其他时候阻伤率太低了 独夜豌豆的独球大招,有时候又挺反物理的 刘盾看得直敲棺材板,会直接在天空之城滚出地图 但是海盗港湾呢,又会掉下去 不过巨浪沙滩,也是不会掉下去 这里面的门道还挺多 独夜豌豆还有一招毒肝,也是挺出名的 可惜就是,这招成功率太低了 不然也是会被经常看到的 我们都知道,茄子忍者的攻击是增伤 但其实独夜豌豆也有增伤效果 这个素材是祝庆给我的 才看到的时候我也惊讶了 大家注意Boss的血量哟 没错,独夜豌豆的大招,也是增伤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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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